有葛、铅等重金屬 这些废水引进农地被水稻吸收后 就产出葛米 由于葛会影响肝肾的功能 长期累积会造成骨质软化 关节疼痛 甚至是骨骼变形 最知名的案例是日本的痛痛病 而高云化工所排放的废水 杀伤力远胜于日本 那时候做环境吊槽的发现 土壤中的葛含量 跟稻米中的葛含量也非常高 那这个量呢 大概甚至比日本花生的污染 所产生的痛痛病还要高 高云化工揭开葛米事件的序曲 紧接着桃源县卢竹乡中湖村 也发现葛米 污染源指向临近的激励化工 连续两起葛米事件 只是台湾农地污染的开端 1989年3月 彰化县花团乡爆发葛米事件 1992年6月 彰化县的彰化市和和美镇传出葛米 2001年9月 相隔不到10年 彰化县和美镇又发现葛米 同时间 云林县胡桂镇也检验出葛米 同年10月 台湾县大甲镇爆发葛米事件 2005年4月 台湾县厚里乡 发现农地遭受葛乌染 2005年11月 桃源县巴德市也检测出葛乌染农地 2006年7月 彰化县和美镇再次发现葛米 同年11月 彰化县和美镇已经整治完成的农地 竟然又种出葛米 一致次的葛米事件 我们也没有从中记取教训 这里是云林县胡桂镇联石里 那我们现在看到 那个农民在清除灾害地呢 因为被环保署呢 检测出它的重金属含量 超过环境背景值 就是被归类为 五级的重度污染 那目前首先先把地上的农作物先清除 然后把它销毁 接着就做那个 土地污染的整治工作 那农民呢 在这边把一边的也是蛮心疼的 那我们来听听他们对这一次的 那种受污染的那种性情 没差啦 现在虎条做没差啦 不敢啦 不敢啦 你看这些 你看这些 这看来就是说有刀 这不敢了 不然这应该这些土地 不敢了 2001年9月 云林县胡桂镇 被检验出三块农地受到葛污染 其实早在1986年 附近农地就已经种出葛米 但相关权责单位 却能让农民继续耕种 这就是10几年前就知道了 但是问题农生单位 他们就是 贴餐处事都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没什么夹果的 我现在是 因为我是观察没有这个东西 刚刚刚的东西就是 它有抽样杀猪嘛 叫杀猪都对嘛 抽样杀猪 这个米是只有一个人而已 经过详细调查 污染农地更从原本的三比 增加到15比 而且城县部连续的分布 农民把污染源指向 附近唯一的一家工厂 台湾射料厂 但台湾饰料厂表示 自从1980年改变资程后 就不再排放寒葛的废水 但问题是 长期累积在沟渠和农地中的污染物 并没有消失 1986年 发现葛污染后 厂方在1988年 清除了灌溉沟渠的底泥 这起公害事件 云泥地检署在主动侦办后 对台湾饰料厂 做出不起诉处分 因为包括相关的政府官员 还有相关的证人来作证 就是证明说 当初是有把污泥跑起来之后 堆到他们公司的储藏槽里面 并没有发现说 他们把污泥跑起来之后 弄到农田上面去 没有发现这个状况 你有地方的 人家不在乎的事 我们这伤害的 来到四、五、十、五、十万 你知道你们像公司 你们都没对 你们吃饭了 人家叫你们香港 叫你们不要吃饭 拿那些吃饭 你们怎么办 你们怎么办 我们不然 你们就过头那位政府 照照这空间 到底是谁污染了土地 造成农民与环境的伤害 经过施法调查之后 真相并未拟清 而受到污染的农地 经过酸洗整治 在2004年12月解除管治 目前农民继续种植粮食作物 当地似乎恢复了平静 但整起土地污染 与隔米事件 就此落幕了吗 我们现在来到 彰化东西山郡 这是彰化市 以河美地区 很重要的 关键国取之一 因为当地土地分析 使用了乱象 所以渠道沿线 很多的工厂 那这些工厂 也把事业灰水 排放到渠道上面 造成沿线的农地 受到污染 那也导致彰化县的 农地污染 成为千狗之冠 彰化县东西二郡 山郡的灌溉面积 广达一千多公顷 由于灌溉系统 长期承受工业废水的污染 让彰化县北区的农地 蒙上葛污染的阴影 目前彰化县环保局 在东西二三郡 设置七个即时水值监测站 只要业者偷排废水 感应器就会立即发出讯息 透过我们信号收集和发出讯息 来充施我们局里面 跟我们的手机简讯系统 我们就会派人来这边 沿线往上游的这五到十家的工厂 去做那个即时性的一个机场 要根据农地污染 资本之道在以灌牌分离 彰化农田水利会曾做过评估 灌取改善经费就需要24亿元 那这笔庞大的工程经费 应该是由谁来买单呢 目前彰化县环保局 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 优先要求高污染性的产业 必须以接管方式 把事业废水接引到大排水系统 不能再让污染性的废水 直接排放到灌溉渠道 但是这个管理方式 就能够解决农地污染的危机吗 我们在彰化农业区观察 那看到农民在取用灌溉用水 相当的多样以随机 那像这幅农民呢 就是取用欢雅沟排水系统的水源 但是这条水源呢 旁边刚好有很多的工厂 那这些工厂也把事业汇水 排放到这条水系统里面 所以让欢雅沟成为高风险性的污染源 当农民在把这些水源 抽到农地里面去灌溉 那也让这个农地 也要成为高污染性的可能性 所以未来呢 在做土地污染防治的时候 更加困难 像你的企划山 那个防御局 有来减严过说有污染还是没有污染吗 他这就 我们去与民会都说过抽的 是 有的话我有一些就抽到才会有 那你让我去抽到 说要把你清修就对了 那他就抽到 那现在 你让他抽多少汽 污染的所在有几分之 两三分之 我们这产 他说 开放污染的可能有一部分是在 去压房的水 大部分都是去压的 没有以前没有 我们以前也没有 空湿肥带那时候也没有 那是跟这漫漫电堂的座 电堂的座 那现在电堂之后 电堂现在就像那一间 那这平平的同一区 同一区 同一区 这区没有 这区没有 这就是我们兄弟的名字 我们兄弟的 带人人的都去韭国 那就是他们的名字 这我的名字 抽到我 他们这就没抽 抽到我还是比较好 这比较产品 人家在做比较产品 那现在如果去抽这区 有可能污染吗 这堂盆抽到都会有很多 如果在淹口水的堂盆都会有 张华市与河美镇 属于高污染风险的农地 有100公顷 张华县环保局 正逐年分期搓检 在东西二三郡的灌区 西四子段的农地上 插着污染控制场子的告示牌 显示这一处处的修根农地 正等待急救治疗 你说有性格 来你这开 他说过抽的 抽到100个 涨到89个有中 11个没中 这样比较很高 这个高 可以说出头都有 整米都有了 对 对 对 我们这些就是 冬菜准的 污染最重的 那时候大家都 剪刀 什么 我拜祭都拜拜 冬菜准这个路 现在是都准下来 但是冬菜准的污染已经几十年了 几十年了 彰化线农地超过污染管制标准的面积 总共有261公顷 约占台湾农地污染总面积的58% 其中有27公顷正在整治 而这些污染农地附近的农田 到底安不安全呢 到目前为止 还有没有可能还有一些地还没有被检测出来 当然有可能 有可能 彰化大部分的农田 高风险的农田 我们在 我们在 预计在今年就可以完成 大部分的高风险的农田的验证 那我们彰化县政府 也定了全国唯一的所谓的 农地保护自治条例 农地保护自治条例 也就是为了我们农产品 那为了我们农民的权利 所以我们有一些把关的动作 我们的最大目标就是 不会再有有问题的米 在市面上流通 因为我们透过土地的管制 透过造物的检测 透过最后在市面产品的检测 层层把关 从19670年代开始 彰化农业区内各类的小型工厂林立 当爆发农地污染事件之后 现环保级辅导金属表面处理业者 迁移到张宾工业区内的电渡专业区 但整体成效民间团业并不满意 我们听到环保局这边的说法 或政府 现政府这边的说法就是 民意支持度不高 因为他们自己住家就在附近 工厂就在附近 对他们来讲生活上是比较方便 如果要把他们移到比较远的张宾工业区 他们其实意愿是不高的 但是这个产生的矛盾就是 到底是工艺重要还是业者的私益重要 所以如果政府对于解决大家更多数人的 这种公共利益环境的争议的话 其实你应该更有强势力的去辅导 经济部虽然负责辅导高污染产业进入工业区 但是又要大开方便之门 让违规工厂就地合法 形式政府的政策不一致 各工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失灵 更凸显经济发展压倒环境永续的价值观 以环保署的立场 让我们针对这些高污染的工业 我们当然是极力反对它就地合法 而且希望说工业主管单位 能够就这部分的工业 能够设立工业的专区集中来管理 北章话九个厢 只要你是电路业 只要你不是在工业用地 很抱歉 你都不能用所谓的工业局的辅导 地下工厂的取得环保证照的方式 来取得这些环保证照 根据环保署的统计资料 台湾农地污染总面积约446公顷 已经完成整治的面积约311公顷 从2002年以来 相关的整治费用高达12亿5000万元 要减少农业与工业发展的冲突 除了重新建立人与土地的价值观以外 更要严格执行国土分期使用的规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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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